马戒斧 长焰导播 葛大卫录音配音 李若梅主讲 杨万石是大明县的秀才 生性怕老婆 她的老婆隐世又特别的凶悍 如果杨万石稍微有违背她的意思 就毫不留情的鞭打她 杨万石的父亲六十多岁 已经死了老婆 隐世对待她 也像是奴隶一样 杨万石跟她的弟弟万终 常常偷偷地拿东西给父亲吃 不敢让隐世知道 又因为父亲身上 披的是破乱的棉袄 神气颓唐 恐怕让人耻笑 也就不让她会见客人 万石到了四十岁 还没有儿子 就娶了一个王姓女子做妾 可是早晚都不敢跟妾说一句话 兄弟俩到郡里去等候考举人 遇见一个少年人 容貌服饰都漂亮 跟她交谈很喜欢她 于是就问起她的姓名 她自说姓马 名介夫 从此交往日渐亲密 就交换帖子 结为兄弟了 离别之后大约半年 马介夫忽然带了同仆来找杨万石 恰巧杨的父亲在门外 破太阳闷狮子 马以为他是仆人 就报了姓名 叫他去通知主人 老头子就劈起破棉袄进去了 马介夫走入客厅 双手一个座衣 就请拜见老伯父 万石说是父亲偶然有病 不能够见客 主客笑笑谈谈 不觉已经是天快要黑了 万石声声说要安排吃饭 可是始终走没见到有人捧饭出来 两弟兄进进出出 才有一个瘦的奴仆 取来了一壶酒 不一会儿酒便喝光了 坐等了很久 总不见再有酒来 万石站起来催叫 额头面颊上浸出了热汗 不久 这位寿奴仆端出饭时来了 却是煮得不成样子的糙米粥 吃得真是没味道 晚饭之后 万石也不跟客人好好周旋一下 自己就进去了 万中就拿了被褥来陪客人一起睡 这个时候马介福就责备万中说 以前我原来认为你们两兄弟道德高 是毅力 所以我才跟你们两个结成兄弟 现在才知道你们的老父亲穿的既不温暖 吃了也不饱 假道德的人真该觉得是羞耻 我就藏着心中的印象 实在难以说出 就家中不幸 有了凶悍的嫂子 老的少女都受她的摧残 就假如不是因为你是结伴的兄弟 这种家丑实在不敢说给人知道 马介福听他这么一说 又惊讶又叹息了一会儿才说 我本来打算天亮就走的 现在听到了这种怪事 倒不可以不亲眼看看 请你拨一间空闲无用的屋子 借我住 让我自己烧饭吃 万中就听从了马介福的话 打扫了一间房 让他住下 到了深夜 才偷偷拿了一些蔬菜米谷 可是还是害怕会被影视知道 马介福晓得他这种为难的心情 于是就极力的不接受 并且还请养老头子跟他同吃同睡 他自己则到城中的店铺 买了布 给养老头子更换袍裤 父亲儿子都感激的哭了起来 半中有个儿子名叫喜儿 才七岁 晚上总是跟老头子一起睡的 马介福摸着他说 这个孩子的福寿都赢过他的父亲 只是少年的时候孤苦罢了 尹氏知道老头子穿得暖 吃得饱 大大的生气 就骂说马介福 强来干预别人家的家里头的事 起初只在闺房内骂着出气 慢慢的就骂到 马介福所住的地方 虽然并不直接的骂马介福 却是要向他示威 给他警告 杨家两弟兄急得是汗流满身 行来行去不敢制止尹氏 马介福却不理睬 好像没这回事一样 万石的妾王氏已经怀孕五个月 尹氏才晓得 却拨去了他的衣服 毒打一顿 又叫万石跪下 给他戴上女人首饰 然后拿鞭子打他 逐他出去 刚好这个时候 碰见马介福在外面 万石不好意思走到前面去 尹氏在后面追逼着 他只得走出来 尹氏也跟着出来 还插着双手 顿着脚 为看热闹的人很多 马介福指着尹氏大声的喝道 去去 他即刻反身跑回 像是被鬼在后面赶着似的 裤子跟鞋子全都掉了 蝉脚布迁绕在路上 赤着脚走回去 脸色灰白的像死人 烧定了一定神 婢女取鞋袜给他 穿完了才嚎啕大哭 家中没有一个人敢问起他一句 马介福拉着万石 要替他解下头上的女人首饰 万石怂起身体不敢动 好像怕那些首饰会掉下来的样子 马介福强将他脱掉 他坐立不安 还担心着会因为私自脱掉 被老婆加中了罪 他探听到老婆不哭了 这才赶进去 捏手捏脚的往前走着 隐士并没有说一句话 突然站了起来 走进房中去睡觉了 这个时候万石心里才稍微平定下来 跟弟弟两个人都暗自感觉到奇怪 家里的人也都觉得很怪异 聚在一起讨论着 隐士微微的听到别人私下谈论他这个怪事 变发又羞又怒 就鞭打奴婢出气 又叫妾王氏来 妾因为被隐士毒打了 受伤得很严重 动弹不得 隐士以为他是假装的 就到他睡的床上去打他 打了他血崩 肚子里的胎儿掉下来了 万石偷偷的对马介福哀哭 话安慰他 叫葡萄安排韭菜吃喝 到了敲过二斤 还不放他回去 隐士在闺房中 正痛恨丈夫还没回来 非常生气 却听到有人撬门的声音 急忙赶着叫婢女 房门竟然已经开了 这个时候 只见一个巨人进入房里 身影遮满了整个房间 像鬼那么猙獰恐怖 不就又进来了几个人 个个守直立刃 隐士吓得要命 拼命的喊 巨人又连人刺他的景象 同时说道 喊就把你杀掉 隐士急忙献出金箔 想要赎命 巨人说 我是阴间地府的使者 不要钱 只要取凶悍妇人的心 隐士更加害怕了 在地上磕头不已 巨人就用利刃划他的心口 数出他所犯下的罪恶 同时说 像你干的某件事 该不该杀 说完就在他的心口画一下 这样把他所犯的一切凶悍的事 都数说得毫无遗漏了 一事一划 皮肤上刀痕数十处 最后又问隐士 妾生了孩子 也算是传你的后代 你怎么能忍心打唾他 这宗室绝不能赦免你 然后就叫几个人把他的双手反绑 要剖开他的心肠 隐士只是磕头哀求留下一条命 说知道忏悔了 刚好这个时候 听到中门开关的声音 巨人说 杨万石来了 你既然知道忏悔你的过失 姑且留下你一条命 于是人都散了去 万石进入房中 见隐士赤身被绑 心头刀痕无数 直的横的都数不清楚 松开了他的手 问明是什么原因 隐士告诉了他 他听了经过情形 非常惊骇 私下一心 这件事有点稀巧 过了一天 万石对马介斧说起 马介斧也觉得很害意 从此以后 隐士渐渐收敛起汉威 好几个月都不敢骂人一句 马介斧晓得了 非常高兴 就对万石说 老师告诉你 可是你千万不能泄露 前回事 是我用点小法术去下下他的 现在你们已经好好的和了来了 我也可以暂时告别了 隐士 每一到晚上 就挽留着万石作伴 有说有笑的奉承 万石生平 绝没有享受过这种快乐 突然这样 真是受宠若惊 手足无措 做也不是 战也不是 有一天晚上 隐士 隐士 回忆起巨人的形状 吓得 嗦嗦起来 浑身打颤 万石想讨好老婆 就唯唯泄露出 那个是假的 隐士 一听这么说 就突然站起来 追问真相 万石自己知道 说漏了话 却又不能反悔否认 只得老实地告诉他 隐士一听就关了火 大骂起来 万石怕了 跪在床下不敢起床 隐士连礼都不理他 任他哀求到三斤 隐士才说 要我饶恕你 就得让我也用刀 在你心头画的我瘦的刀数 我这口恨气才会消 于是自己到厨房去拿刀 万石吓得逃出房外 隐士在后面追 一时闹得全废计较 全家人都起来了 万石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吵闹 只把身子左右闪动 去护卫哥哥 隐士正在大骂 忽然见到万石的父亲来 看到他身上穿的袍服 就更加的光火 就用刀把老头子的衣服 割裂成一条条 同时还割他的两颊 摘他的口袭 万终剑呢 再也忍不住心头的路过 就用石头 任职隐士 击中了他的头 颤一颤 打起地上的血脑 万终说 哎 杀人偿命 我死了 父兄得生 那也可以毫无遗憾 然后 就跳下井中 静起来 已经死了 不久 尹氏又活回来了 听说万终死了 也就怒气全消 万终埋葬之后 他的老婆 疼惜他的儿子喜儿 立誓不再嫁 尹氏唾骂他 不给他东西吃 强把他嫁出去 留下来的孤儿 早晚都受尹氏的鞭打 三餐要等待 全家人吃完了之后 尹氏才给他 一块冷饭团 因此过了半年 孩子已经瘦弱的 只剩下了 一口气息而已 有一天 马建福不然来了 万终吩咐家里的人 不要告诉尹氏 马建福见养老头子 又穿得像从前 那么的破烂 真是惊异的很 又听说万终死了 顿足悲伤 喜儿听到马建福来 就依恋在他的身边 叫了一声马叔 马建福认不得他了 详细的看了看 这才辨认出来 吃了一惊说 啊 喜儿怎么憔悴到 这个样子呢 老头子 这才吞吞吐吐的 说了一切的经过 马建福听后 生气的对万终说 我从前说你不成人 真的是不错 你们两兄弟 只有这个毒子 弄死了他 你将怎么办 万终一句话也不说 只有低头隐气 两人座谈不久 尹氏已经知道了 不敢自己出来驱逐客人 可是叫万终进去 过了他的脸 要他跟马建福绝交 万终含了一泡眼泪 再出来 脸上还见得着 手过的痕迹 马建福骂他说 你不能摆出威来 难道也不能 把他修掉不用 打你父亲 害死你弟弟 你竟然能够 安然忍受下去 这还能算的是人吗 万终听了 身直身子 似乎让这些话激动了 马建福又激他说 他要是不肯离开 就应该施威 硬劫走他 甚至于把他杀掉 都不对他 我有两三个 知心的朋友 都坐着重要的官职 必定能够 合力替你解脱 绝对保你 没有事情 万终听了 马建福的话 答应赵伴 就负了一股怒气 脚步走得很快 进到内室 恰好跟老婆相撞 尹氏大声的问他 要做什么 万石惊慌中 吓得面无人色 跪下来说 你马上 叫我 把你修得赶出去 尹氏听了 更是生气 就四处找刀子 找棍子 万石吓得走了出去 马建福 唾气的对他说 你真是个 不堪教训的废物 说完 就开了乡辖 拿出些药粉 搅和着水 给万石喝 同时对他说 这个药叫做 丈夫再造散 我之所以不随便用它 是因为喝了 会叫人生病 现在实在是万不得已了 只好暂时试试看 万石喝了药水 一会儿就觉得 胸中怒气 像要爆炸起来 满肚子 像是火在烧似的 片刻都忍耐不住 非要立刻发泄不可 因此就一直走到老婆的房中 叫喊的就像是打雷一样 尹氏还没开口 万石已经一脚踢过去 使他颠了好几尺远 用两手握石头 做成拳头 向他大敲大吉 拳下如雨点 真是数不清 尹氏的身体 已经没一处不破皮 没一处不受伤了 可是还是大声的 骂个不停 万石就从腰里边抽出佩刀 尹氏大声的骂道 出刀子 你敢杀死我吗 万石一声不响 就割了他腿骨上的肉 有手掌那么大 扔在地上 正想再割 尹氏已经哀哭求饶了 万石不理睬 再割下去 这个时候 家里的人 看见万石凶黄的样子 就一起过来 出死力 夹着万石出去 马介俘 见万石出来 走下去迎接 握着他的背膀 未落一番 万石愚怒为袭 每次要跑进去 再找尹氏 马介俘 制止了他 不一会儿 万石的药气消了 神气沮丧 马介俘告诉他说 你别气馁 震气丈夫雄风 就在此一击了 人们之所以会怕老婆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是好久的时日 渐渐累积下来的 现在 你就比如是昨天死了 今天再活起来做人 那么 从此就应该把旧的弱点洗掉 换个新的气概 要是你再一气馁 那就完了 永远都没有希望了 马介俘说完 就叫万石进去看看 隐士一见到万石 心惊古战 叫碧妮扶他起来 想要跪着走出来迎接 万石制止了他 这才作罢 万石把这个情景 告诉了马介俘 一家父子都欢喜得 互相庆幸 马介俘见没什么事 就要回去 父子两个人都挽留他 马介俘说 我刚好有事 去往东海去 所以顺道来看看你们 回来的时候 还可以再相见的 过去一个多月 隐士伤好 可以起床了 对丈夫非常的温顺和气 真是相近如宾 日子一久 就发觉丈夫并没有其他的伎俩 于是就不大害怕了 慢慢的敢跟他有说有笑 渐渐敢嘲虐他 骂他 再过些日子 就把旧日凶悍的本相 全部都再出现了 万石的父亲受不了灵虐 夜间逃走 到河南去做道士 万石也不敢去找他 一年之后 马介俘来了 知道这个情形 非常生气的责骂万石 立刻叫喜而来 骑着驢子 一块去了 从此乡里的人都避世万石 不跟他来往 学官来县中考秀才们的文章 也因为他品性劣荡 开除了学籍 又过四五年 屋子火烧 一切财物都烧光了 而且因为火把邻居们也烧了 乡里的人就抓他 到县里头去告状 罚了很多的钱 于是家产也渐渐的完了 竟然到狼狈的没有屋子可住 附近乡村的人 也大家相约 不把房子租给万石夫妇 尹氏自己的兄弟们 很生气这个姐妹 所作所为的事 也都拒绝收留他 这万石既然穷了 就把妾王室压在贵家 自己同老婆到南方去 走到河南地界 旅费已经完了 身上一个钱都没有 这个时候尹氏再也不肯跟他了 吵着要再嫁了 刚好有一个屠夫死了老婆 就用三百钱向万石买了去 这个时候万石剩下孤独一身 就在禁锅远村行起过日子 到了一个富贵家的门口 他想求起 他们人呵斥他 不让他走进前头 不一会儿一个官人出来了 万石趴在地上哭着 官人详细地看了他很久 略略问起他的姓名 吃惊地说 原来是伯父 为什么穷到这个样子呢 万石仔细一看 变得出是喜儿 不禁大哭 就跟着他进去 只见厅堂中金碧辉煌 不久养老头子 也由一个童子浮了出来 大家相对伤心流泪 万石这才说了 这些年来经过的情况 当初马介辅带了喜儿到这儿来的时候 过了几天就出去寻找万石的父亲来 使他们两祖孙同住 又聘请老师教喜儿读书 喜儿到了十五岁 已经考中秀才的资格 第二年考中了举人 这个时候 马介辅才给他成亲 事情完了之后 就要离别他们 祖孙俩流下眼泪 苦苦的要留住他 马介辅说 我不是人 是狐仙 我那些得到的伴侣 已经等我好久 都回去了 说完话就走了 喜儿说了以上这一段经过的时候 也不自觉地悲伤起来 更回忆到当年 跟数伯母王氏 同受尹氏酷虐情形 越发地感觉到伤心 因此 他就准备好叫马跟款子 去赎回了王氏 来跟伯父团聚 过了一年 生下个儿子 万石也就以他为正事了 尹氏 嫁给屠夫半年的时间 还是像以前 那么的凶悍泼辣 屠夫气起来 用屠刀刺通他的腿骨 穿着毛梗 掉在屋梁上 就丢下他不管 挑着猪肉出去卖了 隐士大吼大叫到声音都哑了 邻居的人才知道 将他放了下来 又把骨尖的毛梗抽出 抽出的时候 他那喊痛的声音 四邻的人全都能够听到 因此 他每次见到屠夫 就吓得毛发都直竖起来了 后来 他骨上创伤虽然好了 可是肉里 还有没抽出来 断了的毛梗 钟声走起路来 都很艰苦 可是还是得早晚操作 不敢稍有懈怠 屠夫本来也凶横粗暴 每次喝醉回家 就会打他骂他 毫无留情 到了这般境地 隐士才醒悟着 从前虐待别人的 原来也是这样难堪 有一天 喜儿的夫人 跟他的伯母王氏 到普陀市去收乡 附近乡村的农人 都来拜见 隐士也在人群中 畅往的不敢走上前面去 王氏故意问人说 这个女人是谁 家人告诉他 说是张屠夫的老婆 于是就吆喝他说 还不走上前去 跟太夫人磕头 这个女人嫁了屠夫 应该很有猪肉吃 为什么去瘦得这样 隐士听了这个话 真是又羞愧又悔恨 回家之后就想自杀 可是绳子太脆断了 却死不了 屠夫因此就更厌恶他 过了一年多 屠夫死了 隐士在路上碰到万石 远远见到 就跪下用膝盖头走路 泪流如雨 万石因为有仆人跟在旁边 不便对他说一句话 回家之后才告诉喜儿 说想要接他回来同住 喜儿不肯答应 隐士被乡里的人所唾弃 无所依靠 就跟乞丐们一块吃 万石还常常去看他 常常到乞丐们聚居的寺庙里 喜儿觉得这是齿怒 劝伯父 伯父又不听 就暗中将那些乞丐 等待万石来的时候 捉弄他 侮辱他 从此以后 万石就才不再去了 马介甫 长燕导播 葛大卫录音配音 李若梅主讲 参加播出的有 李英丽 董志成 尹传星 戴爱华 王大鹏 孙吉祥 常见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